最近小八发现 圈中不仅女星造型百变 男星也开始使劲折腾自己的发型 甚至有流行长发的趋势 前段时间 一席慵懒中长发造型 现身机场的陈坤 吓坏了不少人 很多人都表示 这难道不是王妃 难道陈坤还现在 《寻龙爵》里面的造型不可自拔 以前短发的陈坤 可是又英气又撩人 虽然有延任性 但像这种让人分不清雌雄的长发 还是有些拖累颜值的 除了陈坤 还有不少小鲜肉 也开始对长发造型发起挑战 今年17岁的四字弟弟易阳千玺 首次尝试中长发造型 有他愈发稳定的时尚表现力加持 这些长发映照都散发着忧郁的味道 看起来成熟了不少 徐维州的中长发 和易阳千玺的 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发尾较长 然后再做一些造型的处理 感觉还挺日系风的 最近迷上长发的男星 必定少不了陈小 小八觉得 陈小的长发造型 还是很成功的 去起胡子 留起长发的他 牙体发十足 同样因为网剧爆红的圣一轮 也尝试过长发造型 但效果 似乎就没有这么好了 这狗肯的刘海 小八表示 看不懂 浑身透着一股怪异的感觉 就算戴上帽子 遮住狗肯刘海 好像也没有太大变化 简直让人不敢直视 圣一轮的颜值还是不错的 肯定是发型的郭 明明清爽的短发造型 才是圣一轮的正确打开方式呀 不过啊 最搞笑的 还是博明岳父 韩寒的抢发造型 简直和菜市场大妈同款 连真爱粉都忍不住吐槽 可以说啊 是非常爆笑了 现在已经回归短发的韩寒 还是保留了长刘海特色 果然是对长发有执念 男性的造型千变万化 不变的宗旨就是要帅 要朝 要心眼 不过小八觉得 帅必须要帅 但还是适合自己最重要 说到长发造型 小八心中最适合最帅的长发男星 当属铜锣弯扛发子陈浩南啊 你心中的最佳长发男星是谁呢